接續上集我們繼續來看 日本最受歡迎的50代女優 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先猜猜看第一名是誰吧 No.25 江源游希子 1964年8月29日生 有個有趣的一名 YOU 如果你有關注日本綜藝的話 應該對YOU不陌生 之前很紅的雙層公寓真人實境秀節目 他是主持群之一 稍微有點沙啞的娃娃音 是他個人的特色 講話有點辛辣總會讓人忍不住笑出來 YOU曾經擁有過兩段婚姻 育有一子 雖然年過50 他仍保持著戀愛的狀態 因為他認為女人在戀愛的時候 狀態、氣色都會變得很好 No.24 中山美穗 1970年3月1日生 有永遠的第一主演稱號 自1998年與牧村陀災和演電視劇 沉睡的森林開始 他的名字就一直被劇組放在第一位 在80年代的女偶像中 中山美穗與松田聖子和中森明菜齊名 無論是戲劇或歌唱 他在日本都佔有一席之地 許多人都是藉由情書 這部經典愛情電影認識了他 特別他在劇中對著一望無際的雪地 自問自答理一聲聲呼喊 O 元気ですか? 我是我 我的畫面 讓台灣掀起了一陣子 O 元気ですか? 熱潮 大家對這句日文都能朗朗上口 我之前有詳細介紹過中山美穗 可以點右上角資訊觀看 No.23 宮藤戲櫃 1971年1月17日生 12歲就出道的宮藤戲櫃 拍攝廣告起家 英語流利的他在美國發展順遂 第一部主演的電影《神秘列車》 即獲得獨立精神獎最佳女主角提名 王后作品包括《照片新娘》 與羅素克洛合演的《陌路鴛鴦》 和醫生霍克合作的《落在香山樹的雪花》 《易記回憶錄》等等 都證明了他是一名國際級演員 回到日本後 則在佐赫的《超級阿嬤》中 演出那位因戰後生活艱苦 無法獨立撫養小孩 只好將他們送到佐赫的阿嬤家 No.22 大腫寧寧 1968年6月14日生 我第一次看到姐姐是在《牧村拓哉》主演的Hero中 她食言一名檢察官 並在劇中與阿不寬有低下私情 大腫寧寧與前夫離婚後 與知名男演員田邊一城結婚 夫妻倆似乎很恩愛 還曾獲得東京時尚雜誌頒發的白青夫婦獎 現在的大腫寧寧拍戲之餘也寫散文 出版攝影集 更每天練習太極拳 她說如果年輕時的生活速度是時速100公里 現在則是30公里 泛慢速度反而更能用心欣賞沿途的風景呢 Number 21 南野養子 1967年6月23日生 過去以玉女形象出道 與中山美穗宮城鏡香 淺香圍被封為偶像界四天后 她的外形勢中連旦不是特別美麗 但因妻之出眾 曾是連續劇和大合劇邀約最多的女星之一 有過一段婚姻 但婚後不久 老公就搞上銀座的陪酒小姐 還把對方弄懷孕 發生了這樣的事件 南野養子還居然為了老公還債 揭拍了全裸寫真集 直到發現老公 連自己爸爸安養怨的費用 都私自盜用 才下定決心離婚 Number 20 《真實美記》 1964年1月31日生 是寶總歌劇團前男一主演 身段優雅帥氣 風靡男女粉絲數十年 轉至影視圈後 由於《真實美記》當時年齡已經偏大 一直只是飾演配角而已 然而即使是配角也難演她的風采 讓她開始受到關注的角色是 《甜心空姐》裡的三神教官 整部戲裡強大的氣場 甚至蓋過了劇中的主角上呼才 2020年則出演由石原李美主演的電視劇 《默默奉獻的灰姑娘要師》 Number 19 《道森泉》 1972年3月19日生 曾與梵丁龍使在1997年合演海灘男孩 當時二人一度倫及婚嫁 但隔年梵丁主演日劇《麻辣教師》GTO 結識蔡菜子 三個月過後 梵丁選擇了蔡菜子並結婚 只能說男性果然是視覺動物 對美的判斷非常果絕 而道森泉至今仍是單身 前陣子在吉道主夫扮演黑道之妻 雖然以年近半百 但歲月似乎沒有在他臉上留下痕跡 但也有不少人直言臉僵硬到不行 我想應該是打了什麼東西到臉裡面了吧 Number 18 高島離子 1964年7月25日生 曾在不能結婚的男人與阿布寬共演 劇中他是阿布寬事務所的同事 經常替不善交際的阿布寬 處理惹出的麻煩 曾與演員高知東生結婚 但因為自己不能生育 居然要老公到外面生小孩 結果老公不但有了小三 還染上了毒癮 那時開記者會 居然還說錯誤在自己 但這樣的婚姻 最後也只能以離婚收場 Number 17 聽 南果布 1964年1月20日生 是日本才子石仁成第一任妻子 也是日本影帝杜鞭千第二任妻子 2005年杜鞭千與第一任妻子杜鞭尤美子離婚後 瞬間與童年再娶南果布 於是被貼上了小三的標籤 雖然日後二人經常出雙入對 在南果布罹患乳癌時 杜鞭千也在一旁陪伴 但最後還是背叛南果布與酒店小姐外遇 甚至論起婚嫁 雖然南果布是受害者 但也因為自己曾是小三上位 反而被許多人嗆這是因果報應 又是一個檢討受害者 而不檢討加害者的例子 Number 16 要是玩博子 1964年6月9日生 自從1978年與高倉健 在野心的正名裡飾演婦女 就開啟了要是玩博子的得獎之路 如水手服與機關槍中的黑幫少女 與真田廣之合作的奇幻片《李劍八犬傳》中的公主 W的悲劇中初出茅座野心勃勃的舞台演員 她是許多五年其生的美好回憶 當時因為太多粉絲會隨著她在各地出沒 甚至導致交通癱瘓 她到哪裡都還得先通報警方提前獲得許可 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般 Number 15 奇藤遊貴 1966年9月10日生 1985年首次主演電視連續劇《台美行事》 劇中奇藤遊貴身穿水手服 用溜溜球作為武器除牆扶弱 電視劇的大熱帶起一陣溜溜球熱潮 1986年藉由成間劇跳劇 成為文明全國的女星 童年的紅白歌合戰 她更成為當時紅白史上最年輕的主持人 可說奇藤遊貴是90年代 在電視劇、電影、舞台劇等領域都很活躍的藝人 可惜後爆出與歌手韋其風 藝人傳奇麻氏不倫緋文 還與男粉絲發展婚外關係 接吻照以及內褲套頭照被曝光後 讓形象受到重挫 Number 14 折口鏡子 1965年6月11日生 在高中時代就以美貌而聞名 有人說她是萬年一遇 也有人說她是昭和時代最後的美女 19歲參加第一屆的東寶灰姑娘爭選 從3萬人中脫穎而出得到冠軍 之後出演《刑事物語3》和《歌吉拉》 或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1985年出演了醬油的女兒阿湘 使她在日本獲得極高人氣 從1999年開始 折口鏡子出演了播出至今 將近20年的科蒐炎之女 在日本遠比十元聰美的法裔女王更深知人心 她也是許多日本觀眾心目中的法裔代表了 1969年12月4日生 中學畢業後即來到東京追尋她的明星夢 最初在節目中以助理固定出演 而後以《淺香》為名義 發行了她第一張單曲《夏少女》 1986年發行的單曲《十月的聖誕節》 首次進入ORICON單曲排行榜前100名內 後主演電視劇《太美形式3》 《少女人法鐵傳奇》 從而人氣直升成為數一數二的偶像 但自1990年開始 她摒棄了原先青春奔放的唱腔 改以輕聲細語的方式演唱 並與藉此脫離偶像的包袱 但回想似乎不大 反而讓她事業一蹶不振 《淺香》為漸漸將事業重心轉向營事發展 最著名的就是她和阿布寬和演 改變自漫畫的柔道英雄 此電影還引起了一陣柔道學習的熱潮 No.12 何九錦央劍 1970年12月8日生 16歲時在東京迪士尼樂園 排隊買飲料的時候 被星探發覺而進入演藝圈 之後憑著平易近人的林家女孩形象走紅 成為活躍於90年代的日劇女主角 如1994年的《東京仙旅奇緣》 1996年的《天使之愛》 1997年的《處女之路》 皆為何九錦央劍的代表作品 善良單純的灰姑娘 有智能障礙的少女 堅強勇敢的新女性 何九錦央劍賦予每一個角色鮮活的形象 她的演技深深打動觀眾的心 No.11 長盤貴子 1972年4月30日生 看到貴子就讓我回憶起 在美麗人生中 母村拓哉站在她身後 幫她造型的模樣 之後和風川月絲搭檔的《跟我說愛我》 是她紅遍全亞洲 在當時被封為《日劇女王》 在1999年 長盤貴子與張國榮同演《心樂同化》 2000年則與劉德華共演阿虎 讓許多亞洲觀眾認識了她 而在2019年的法庭女王 看到長盤貴子 真的覺得她還是很美 2021年她接受撤死的房間的專訪 雖然50歲的她已經飄著一股淡淡的省味 但我還是覺得她很性感 No.10 藤原季香 1971年6月28日生 藤原季香21歲時參加日本小姐奪冠出道 肉弱的她比起其他的鮮瘦女星 更多了一份肉感的幻想空間 曾演出《同一無言下二》 《戀愛實際》《新聞女郎》 在2009年跟男星正內職責離婚 在2016年跟演出《半則直樹》的《片岡愛之助》再婚 結婚後除了出演2017年的日劇《不眠的珍珠》 就鮮少出現在螢光幕前 現在則是成為一名黎元妻 協助《片岡愛之助》的歌舞伎事業 No.9 小泉金日子 1966年2月4日生 小泉金日子是少女偶像出生 年輕時風靡無數男女粉絲 邁入中年後 憑金戰演技繼續活躍於戲劇圈 在1995年與演員《勇賴正銘結婚》 在結婚九週年時 兩人各自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宣布了離婚的消息 二人的離婚是非常平和的 平和到一個地步 居然在2011年 在《天天元妻媽媽》 這部電影裡面共同飾演夫妻 當時真的是跌破大家的眼鏡 而在劇中他們再次的離婚 那時小泉這樣說 我們好像是表兄妹的感覺 彼此彷彿是透過這次扮演夫妻的機會 重新了解到底夫妻是怎麼一回事 而小泉也是一位女書寵 從2015年起擔任《讀賣新聞》的讀書委員 不定期地發表書評 被譽為第一個偶像書評家 No.8 林木金香 1968年5月31日升 林木金香高中還沒有畢業 就被模特兒經紀公司發掘 大學還未畢業及演員出道 1991年在成間劇請問方明 單綱女主角 使她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 林木金香的戲路寬廣 使而清純 使而嬌艷 可以悲情也能搞笑 邁入50歲大關後 廣告和戲約反而更多 和牧村拓哉合作型男主廚三星夢 更讓人氣翻身 No.7 山口智子 1964年10月20日升 山口自1987年起 開始擔任朝日啤酒的形象女郎 後在電視劇小純的應援歌 擔任女主角 進而打開知名度 此後演出了許多高收視率的電視劇 如婆媳之間 甜蜜的家庭 29歲的聖誕節 奇蹟餐廳等 1996年與牧村拓哉主演長假 更是將她的知名度推上了高峰 有連續劇女王高收視率女王的稱號 但山口並不戀佔演藝圈的名氣 與唐澤壽明結婚後 完全投入了家庭生活 大大的剪低了在螢幕前的出現 因為她從小的夢想就是當家庭主婦 直到16年後與阿布寬共演 Go in my home 她才再次演出黃金時段連續劇 之後也與牧村拓哉 重新在日劇BG身邊警戶人和演夫妻 戲裡二人回顧恩愛的畫面中 牧村將山口抱起來轉圈 猶如長假重現讓觀眾驚喜連連 No.6 永座博美 1970年10月14日深 1989年和松野尤里斯、佐藤愛子 組成了歌唱組合Ribbon 三個女孩以風格多樣的曲風吸引了不少粉絲 1995年Ribbon解散後 參演了電視劇陽光照樣的地方 此後就逐漸成為電視劇的常客 永座博美較少以主角身份演出 但擁有別劇一格的存在感 2003年開始 永座將表演擴展到了大螢幕上 他的電影處女座是黑澤金的名作分身 之後藉由我喜歡你一片摘得最佳女配角獎 No.5 譚麗 1971年8月4日深 天生力職的譚麗 高中時代極為平面模特 畢業後考入了寶種音樂學校 成為了當家花旦 主演蝶、戀等多部歌舞劇 也在世楊貴妃的美稱 2006年離開寶種後的彈力 主演了山田楊次導演的古裝大片《無視的一分》 是他的一幕處女座 後音推理劇《香棒》與《吉川光博》結識並步入婚姻 但二人婚姻似乎不美滿 被媒體積為假面夫妻 雖然二人向外界澄清 但仍然於七年後結束婚姻 No.4 林木杏樹 1969年9月23日深 林木杏樹曾與牧村拓栽合演《愛情白皮書》 在90年代宏集一時 一度登上廣告女王寶座 1998年因生病住院 認識了醫生山形肌膚 並步入婚禮殿堂 婚後夫妻感情甜蜜 可惜山形肌膚因病於2013年過世 在首寡七年後 或許是男人獄火 成為已婚舞台劇演員喜多村綠狼的小三 照片曝光後引發軒然大波 而我認識林木杏樹是藉由推理劇《香棒》 她是花枝裡第二代老闆娘 那時在劇中看到她覺得她真美 No.3 田園之士 1967年11月28日深 在2019年的日劇《輪到你了》 她與自己小17歲的田中龜被設定為戀人 說極端一點都有可能當田中龜的媽了 可見我們姐姐保養得宜 在1983年15歲的田園之士 演出穿越時空的少女 可以看到姐姐真的是可愛又清秀 與鑰匙玩脖子 渡邊點子在當時被稱為腳川三娘 而現實生活中的田園之士有過一段婚姻 去年則傳出與追名菊平在交往 No.2 天海又溪 1967年8月8日深 年過50人堅持單身 因為處處宣傳單身的好處 被大家戲稱單身生活宣傳大使 當時她以六年四個月的時間 打破保種紀錄 成為歌劇團的男主義 並吸引了大批女粉絲 甚至許多女性觀眾把她視為夢中情人 但在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後 天海又溪毅然決然退團轉往影壇發展 在37歲時 藉由女王的教士 一樣成為名符其實的日劇女王 之後演出的日劇多以女王冠名 在前一陣子推出的電影新作 《養老金沒了》的採訪中 她透露已經慢慢地在規劃推休生活 想找幾個圈內單身好友 一起住在大樓裡 她透露完全不擔心變老 反而年過50後生活變得更輕鬆 不必聽家人或另一半唷叨 集中心力在自己喜歡的工作跟事務上 每天都很開心 No.1 石田百合子 1969年10月3日深 自從高一被星探發覺 石田百合子一直以來都是陪勝的角色 那時看了一部北野武導演的電影《廢典》 就覺得這女孩真漂亮 怎麼都沒有機會成為女衣呢 看完一粒一次求婚的感想時 怎麼比起大郎苦苦追求的史崔勳 接受鋼村兩子的愛似乎更幸福嗎 現在想想或許石田百合子 就像影片中的女孩 總是靜靜地陪在男友的旁邊 即便男友互搞瞎搞 她也會為你偷一個甜甜的微笑 在2016年一部日劇《月星交期》 打破了多年以來的寧靜 讓這位總是摸摸在一旁的女孩 扶上了檯面 動靈可愛的模樣 瞬間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日前百合子在東京都內 買下約40坪的土地 蓋了一棟市價3億日元的豪宅 打造了適合一狗母貓一人的宜居住宅 喜愛動物的她 每天晚上都與狗狗貓貓睡在一起 她笑稱 要是男友來應該也不想睡在那張床上吧 恐怕這也是百合子單身的原因吧 好了 終於把51位50代日本女優介紹完了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離開前幫我點個讚吧 我是方欣松 我們下次見 掰掰